大家好,欢迎收看 OneGameUp 我是特百声的KHR 来今五分钟听听说什么 看看这间日本长游店可不可以 今次介绍的是大阪长挫桥DDT 这间大阪长挫桥DDT 比较少人会去的 最主要是长挫桥 就是在深齋桥附近 但是刚刚欠一个地铁站 所以很多人都不会特意去的位置 而且那里不是旅游区 纯粹是商业住宅区 所以就比较劲少 一出到一号闸口 上了地面后 就要反转后走 一条大直路 走到这间牛肉饭店的路口 转右进去双柱区 双柱区里走两个路口 大约会见到这间黑猫速递店 来到这间黑猫速递店 转左 转左的路 看着左边 就会零零四四有一间DDT 这间店铺 位置真是比较劲 所以走的时候 建议你去到下面的网址 看看真正的位置 跟着地图走 用咕咕的名字走就最稳定了 这间店铺有什么特点呢 我会说一点 它是开得比较晚的 它是开到晚上11点 所以它是早上10点 开到晚上11点 如果你去逛街 可以逛完街才来 都还可以 留意日本的 这间店铺 它们会有定休日 它的定休日 你要留意哪一天 不要去摸门钉 这间店铺一进去 都特别有些卖游戏 左边这个 要留意 因为这间店铺 特别有日本本土的 这间店铺是不错的 你会看到有些 比较小的游戏 可以在这里找到 好了 中间就是热卖游戏 热卖游戏 很大路的游戏都会有的 另外 这间店铺不是主要卖游戏为主 它主要是放一些游戏 给人借来玩 所以你会看到 它存放的游戏 其实都比较大路 刚才说的 最主要来这里沉 都是沉一些本土游戏 相对来说 不算很多 大陆游戏都会有 大家也说到 它有个地域被人玩游戏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 它玩的游戏是什么游戏 其实都会是一些 入门的游戏 但是 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里会有人 玩一些重的 英国游戏 因为店长本身自己 是喜欢玩这类型的游戏 所以你会看到 譬如 游戏游戏 又或者 一些 英国游戏 都会在这里 玩得到 而且日本的 游戏游戏 真的会有女玩家 在这里玩 这个也是 跟香港有一个 很不同 它们都会玩一些 比较重的游戏 这是它的珍藏 另外 这间店铺 也是其中一间 散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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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比赛场地 所以定时定下 都会有人在这里 散鹰 这间店铺有什么 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地方比较隐蔽 建议你 带着Google Google 去找 游戏的存量 也不多 所以 如果看到对 就出手 不要等了 营业时间比较长 所以可以晚一点去 但是留意 因为这间店铺 它卖的不是主要的 所以 你不会在这里 说我来到这里 去找所有的游戏 但是 它也因为 不是很多人来这里 所以有时候 一些旧的游戏 你也有机会 在这里找得到 如果你譬如 去完 之前那几个地方 大阪那几个地方 都找不到的话 可以尝试来这里 尝试找一些 比较满少的游戏 游戏传量来说 英文 能力 交通 和 增长指数 我也是 给它 2分 所以整体来说 都会在欧科科2分 但你会看到 增长指数 有个4 因为 我试过有一两次 都找到一副 在其他大型的 board game game 找不到 的一些本土游戏 因为它小 没有什么人去 可能它有一两副 存货 就找得到 所以 有机会尋得补 这就是 长挖桥DDT 希望今集帮到你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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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